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从400多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该音乐频道的签约艺人 并主持了多档娱乐节目和多次音乐颁奖礼活动 一切都顺风顺水 李倩荣拥有甜美的笑容 亮丽的外形 机智的口才和灵敏的反应 加上他在MTV音乐台VJ任内的磨练与努力 让李倩荣的主持功力备受肯定 并多次被票选为台湾最受欢迎的VJ之一 1999年 李倩荣开始与胡瓜搭档主持 台湾中式的综艺旅行节目 《世界非常奇妙》 随后 李倩荣还与徐乃玲共同主持了 台湾八大综艺台的一档歌唱比赛节目 那时候 李倩荣人气高 赚钱多 很快就开上了豪车 2000年 李倩荣出演了首部影视作品《飞龙在天》 自此开始转向影视方向发展 《爱情大魔咒》 《黑糖马其朵》 《爱上痞子男》等偶像剧都有其身影 随着众多偶像剧的播出 李倩荣也开始走红 20岁的李倩荣已经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 开百万名车 回想当年 他表示 当时觉得赚钱很容易 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 我说风就有风 说雨就有雨 2003年 李倩荣与杨景华 诗意男 纪文慧 合作主演了都市时尚爱情剧《淑女欲望日记》 并在剧中饰演了内心渴望爱情 却又无法控制爱情的超级拜金女爱莲 同时 李倩荣还创立了个人时尚品牌 《Princess Jay》 2007年 李倩荣在时隔四年之后重返戏剧领域 并于秋盛义 吴应杰 庄浩泉等人 共同出演了时尚青春偶像剧《黑糖马其朵》 同年 李倩荣还担任了中央电视台《山庄乐》《中华情》《中秋晚会》的现场主持人 2008年 李倩荣推出了个人首部大荧幕作品《纽扣人》后 逐渐将个人重心转向家庭生活 可能因为李倩荣自小生活在单亲家庭 拥有无比自信的李倩荣没想过当女强人 而是对家庭有着无限渴望 因此 在事业刚刚起步阶段就嫁人了 2004年 李倩荣与台湾卖群集团执行长李德丽洗劫良缘 她算是嫁入了豪门 并在婚后育有两子 娱乐圈这样的名利场 加上豪门贵妇间的物欲横流 让李倩荣也渐渐迷失了自己 沉浸在攀比风中 李倩荣还记得 自己初中的时候 看中了一件价值9000台币的皮夹克 吵着要妈妈拿自己的积蓄买 但李倩荣的妈妈拒绝了这个提议 李倩荣知道后 开始又哭又闹 甚至还拿水果刀割腕轻生 以此来威胁妈妈 无奈之下 妈妈只能同意李倩荣的要求 后来 李倩荣终于得到了皮夹克 也在手腕上留下了永远磨灭不掉的伤疤 就这样 家庭的纵容 娱乐圈的诱惑 让李倩荣在小小年纪就有了虚荣心 长大后 李倩荣变得更加好面子 李倩荣在采访中透露 曾经存钱买了某时尚品牌的八颗钻手环 结果 一位名媛看了很喜欢 隔天就去买了更高层次的满天钻款式 说起此事 李倩荣只觉得反映了自己的可笑 也反射出了不在同一阶层的等级 当时的李倩荣没有这些体会 李倩荣为了进入上流社会和名媛看齐 会狂买许多无用的奢侈品 甚至翻看时尚杂志 看中了就打勾 想方设法买回来 然而 杂志每个月都在更新 奢侈品每个月也在更新 李倩荣根本买不完 那时候 李倩荣的价值观已经出现了偏差 甚至有了强迫症 他总是用名牌包装自己 看见喜欢的东西不买回来 李倩荣就会感到痛苦 如果别人有了而自己没有 李倩荣就会心生妒忌 继而开始怪自己是不是版面不够多 工作接的不够多 甚至会想 是不是老公不够有钱 不够成功 价值观上的偏差 还会让李倩荣产生 如果没有嫁他 现在可能更红的扭矩想法 继而继续抱怨老公不够成功 不够有钱 从而心态失衡 后来一件事 终于让李倩荣醒悟了过来 没有再继续下去 一切的转折发生在2015年 李倩荣因虚荣心拍照打卡某直升机 本来是高度军事秘密 就那么被曝光了 李倩荣老公的事业也被连累 不仅如此 孩子去学校也被指指点点 连自己的妈妈都说他丢人 让全家抬不起头来 那时候 李倩荣躲在家中鞋柜里哭 之后 在别人的鼓励下 才慢慢走出阴霾 2018年 李倩荣就开始了付出 勇敢直面过去 他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道 看着自己以前满脸妖气 比起现在的慈眉善目 真是感谢人生经历 此外 他还远离了从前的酒肉朋友 不再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名牌 不用再为了买奢侈品 省值兼用 不用再嫉妒别人 也不用和别人天天比较了 李倩荣还出了本新书 内容是五年来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 直面伤疤 重新出发 其实 现在回过头去看 也正是那些低潮 才有了现在这个不一样的他 李倩荣也更喜欢现在的生活 不再追逐名牌 而是尽可能地享受生活 回归本新 所谓平凡 才是幸福 俗话说 夫妻之间恩恩爱爱 和和美美 但有时也会矛盾不断 不过人们常说 夫妻之间无隔夜仇 09年时 李倩荣带着儿子赴美度假两个月 独留老公李德丽一人在台湾 不知道李德丽是不是太寂寞 不久前才被媒体目击 二天会二女 当时 李倩荣还冷静表示 我没有看到照片 不便多说 但没想到 李德丽又因密会抱乳妹 上头版新闻 李倩荣上回的气都还没消 如今 老公花边再添一笔 他坦言 听起来确实不太舒服 一定会跟他算清楚 李德丽则喊冤说 我只是拿东西给朋友 才三分钟吧 但是根据报道指出 李德丽开着豪华休旅车外出 抵达于抱乳妹密会的地点后 他激紧地坐进对方车中 由于车窗上贴着隔热纸 外人根本看不见车内状况 两人还长谈了二十分钟 更引人遐想 而李倩荣选择相信老公 宣腾一时 风波并未影响他的家庭 但坦言 婚姻曾经起波澜 原因是 老公近在夜店签名模的手 李倩荣发现 有女生传暧昧简讯给老公 也曾在夜店目睹 老公抓起一个名模的手 他笑说 当时我心想 那个女人搞自己两个头 我还是三个小孩的妈 夫妻俩为此争执 但他说 现在对婚姻的感受 已经是另一种境界 后来他体会到 男人需要的是温柔与了解 现在老公把他当仙女 不准老婆在他面前挖鼻孔 破坏自己的形象 去年两人结婚16年时 两个儿子都已上高中 长子还到全联社打工 对儿子 李倩荣像个管家婆 以至于儿子到现在不会泡面 甚至不会自己剪指甲 李倩荣的两个儿子都读国际学校 大儿子高三 升学美国 澳洲或台湾的学校都考虑 他回忆刚当妈妈时脾气火爆 有次我教老大写数学 他漫不经心 我气一上来就呼他一巴掌 当下我马上后悔 因为我也是从小被打大的 心想怎么可以如此对待儿子 当下他却嘴硬装没事 事隔多年后才跟儿子说对不起 索性儿子说 过去就过去了 妈妈 我接受你的道歉 他的大儿子满16岁时开始打工 自己去面试找工作 他在全联每天搬货 拆货 装货 客人问商品在哪 他能立刻打出来 但在家里 他们好像手废了一样 连煎蛋 煮泡面都不会 剪指甲也不会 但老公对李倩荣说 想想你还能帮他们剪多久 以后就是别的女人帮他剪 于是 他深吸一口气 继续帮儿子剪手指甲跟脚指甲 结果一转眼就剪到儿子高三成了妈宝 对于大他七岁的老公 李倩荣曾充满崇拜 因为从小父亲不在身边 有点恋父情节 包括吃生鱼片 喝红酒 都是他教我的 我就觉得他好成熟 见多识广 但相处久了 就会发现 男生会有很幼稚的一面 有时候觉得除了照顾两个儿子 还要照顾一个大儿子 近日 李倩荣深夜发文 坦言自己跟老公大吵了一架 想要和他离婚 他在社交平台上说道 因为居家防疫太烦闷 导致心情变差 加上平时累赘太多 他心里很压抑 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和老公大吵了一架 过程中一度气到手抖爆粗口 吵架后 为了避免和老公碰面 李倩荣只好躲到卫生间里去喝酒 李倩荣表示 以前和老公吵架时 还能跑到国外去躲避对方 顺便放松心情 现在自己只能待在这小小的卫生间里 真是无力又无能 好在儿子及时跑过来安慰李倩荣 并天真的问他 今晚还有牛排吃吗 逗得李倩荣破涕大笑 但他依然无法开心起来 向儿子表示 妈妈要离婚 没想到 儿子却回复 那我跟谁 李倩荣生气地说 你都18岁了 有差吗 说完话后 他又突然明白 确实对于孩子来说 家庭才是他的全部 但李倩荣现在坦言 自己并不是一个遇到困难 就只会大叫 什么都干不了的人 经历过之前的一系列风波之后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自己 他还鼓励 已婚妇女不要小看自己 直言孩子和丈夫不是生命的全部 如此看来 离不离婚 似乎都不会对李倩荣的生活产生影响 不过 一日夫妻百日恩 从文字中也可以看到 李倩荣应该只是一时的气话 不管怎么样 希望两口子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 而酿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